第十题,发电厂所发出的电能一般需经由长途的输送路线送到各区的用户 因此输送电路是利用电阻很小的铜线制程,以减少电能的损失 若发电厂所发出的电功率保持一定,且输送线路符合欧姆定律 当发出电压变为原来的10倍时,则输送线路上的电能损失的功率变为原来损失的多少倍 那么这个是我们考过的题目,也是老师上课的时候跟各位讲解过,说明过如何思考处理的题目 因为我们的电功率是一样的,功率是P等于IV 那么功率是一样,所以当我们的电压变10倍的时候,我们电流会变成1分之1 而我们都会遵守欧姆定律,我们的电阻为定值 那当我们的电流改变的时候,我们用公式是P等于I平方乘以R 因为准收欧姆定律,电阻为定值 所以当我们的电流变成1分之1,在平方之后 那我们的功率就会变成1分之1 因此第十题问我们说,则输送线路上电能的损失功率变为原来损失的多少倍 我们答案选择是B1分之1